如果我只有抓什么,抓这个东西 H4的话 那不太够,我希望呢,把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 这些东西也通通抓下来 哪个东西,上面跟下面 但是好像有同学反映说有一些 一般都是三个,对不对 但有一些好像只有,像这个只有 两个 有没有,这边只有两个 有没有 那会不会总数不一样 其实跟各位讲,应该不会 因为它这个是程式写出来的 那所谓用程式写出来的话 基本上它也是跑个回圈 所以跑回圈的话呢 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其中一个的话呢 那里面它会放什么?按右键检查一下 其实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底下也没有,第三个 检查的话你会发现 它底下一样会有 H4 这个有,这个下面等于是这个 ORCAD是第三个 这个是小标,好像都是小标签 这个有没有,这个也有,这是小标签 所以理论上应该都是有的 这个没有,这个应该没有吧 看一下,这个好像是不是也没有,按右键 检查一下 有,small有没有 虽然说它里面没有东西,有没有 但是它还是会把标签 加进来 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是用一个回圈跑的 所以回圈跑的话 那通常数量 即便那个里面没放东西 但是它也会塞个空值 在那边 OK,所以你要抓的话 总total应该都68个,不会问题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些资料全部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的话 我希望把这三个把它放成同一列 中间加豆点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刚刚我们就抓中间这一个 上面这个要抓 下面这个要抓 所以 程式的话其实非常简单 1 请你在这边 H4的话 H4是第二个,所以刚才改成List2好了 OK 那所以上面应该还有另外一个 List1好了 List1的话就上面的那个 第一个大标题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List3的话 是底下那个small 所以也许我们用比较简单的名称 1 2 3 分别来表示什么 里面的这三个我要抓的标签 有没有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就去找说 List1它里面是什么 所以这个大标 这个上面这个大标题这个 把选取之后按右键 检查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有个什么规则呢 它这个地方跟 H4不一样 它除了DIV之外 它还有class 如果有class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 加上那个class 否则的话如果你现在假设 DIV去Ctrl加F好了 如果我用找这个DIV的话 你会发现 哇,它找出来 小鱼大鱼加一下 你会发现它总共有多少个 446个 所以如果我用这个DIV的标签名称的话 哇,它会抓到除了这上面的大标题之外还有别的东西 所以你可能要再细分 再给它class 所以其实很简单 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找什么 其实就找这个 它的那个名称有没有 所以它名称 class名称的话 按右键再检查一下 它跳到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点两下之后复制 点两下 复制这个名称好了 class名称我看一下 贴上之后的话 它帮我找找看 是不是只有68个 68个没错 所以我如果后面再加class的话 那应该就会只有抓到什么 就是只有抓到那68个 所以特别重要 那写的方法怎么写 一 你先在这边把它改DIV 标签名称叫DIV 第二个的话 逗点就是它的class名称 它的class名称就是刚刚那一串 就这一串 有没有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抓到我们的上面的东西了 这样如果你要确定的话 你可以把它print看看 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不用了 因为它H4应该没问题 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这个 按右键检查一下 这边找到了 在这里 small 有没有 那small 那你要确定说是不是68个的话 你可以Ctrl C 直接怎么样 再Ctrl F Ctrl C就复制了 Ctrl F就贴上 然后看一下是不是68个 我是建议习惯来加前面的这个小余符号跟后面的大余符号 表示说我要找这个标签哦 这个标签问我找找看 数量对不对 也是68个 那我们可以肯定 就是这个small呢 只有下面的小标题在用 OK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 它没有class 所以也不需要刚好68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把那个small 把它加到这里来 甚至你可以用贴上的 OK 如果怕打错 应该没问题吧 一个路 其实还蛮好map的 有没有 这样子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等于三个就都到了 那再来的话呢 怎么怎么把它treener出 很简单嘛 我们刚刚是1的test 那后面的话 因为是文字嘛 所以串接 中间加个d点好了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加什么 再加上那个第2个 List2的 List1 List1是 抓那个上面的标题 然后List2 这边改一下 List2 是抓那个H2 就中间的那个标题 中间标题 然后List3的话呢 就是再加什么 再加上那个 就是后面的 所以这个 再串接 加一个List3 里面的资料 这样的话呢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就大功告成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啦 有没有 应该没有很复杂吧 只是说啦 可能因为你们对那个冤司马 真的 不太熟悉 所以会有心生恐惧 干净 不过没关系啦 我觉得有些东西 要抓药铃就好了 OK 你不要看说 一千多行的 城市看起来 多可怕 我怎么可能找得到 其实不是要叫你 全部从头看到尾 而是你要抓到那个药铃 右键检查总会吧 OK 而且其实我像有些东西 我之前有参考这本书 它本来第一版的时候 还没有加一些东西 就我上完课 我发现它第二版第三版 也有加好像跟我上课 讲的很类似东西 因为我其实说不是我参考它 是我用我的方法上课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每次改版 就看一下我的影片 然后再改版一下 会不会有这种趋势 感觉上 我写书是这样 写书是真的 是很需要时间的 我们最后把它print的结果 这应该可以看懂 其实城市真的不复杂 而且如果扣除掉 上面这四行 其实这些东西 甚至比前面讲过的还要简单 OK 把它执行看结果 OK 把东西抓下来 OK 有没有 你会发现68个 就分别它的 第一个标题 第二个标题 第三个标题 就逐一逐一的 帮我把它输出了 另外当然如果说将来 你希望把这一个结果 把它再存一个 Excel可以读取的档案的话 那你可以 可以在底下再加两行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把这个结果 把它输出成Excel可以读取的话 那你可以用FW 有没有还记得吧 我建议有些东西存档 如果它存成CSV的话 那就可以存成叫什么 叫TQC.CSV 类似这样 OK 然后点什么 点 痘点 用什么模式呢 用这个W模式 然后后面的话呢 你就是什么 FW里面有一个点什么 点Write的方法 WRITE 把那个东西把它输出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print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需要再增加一个变数 什么变数 一个S好了 S等于空的 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把它串接 S等于S自己本身 串接后面这一串 这一串 把它串到这边 但是后面会少一个换行 因为print本身会换行 如果没有换行 你就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换行 反斜线N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底下这一串 输出成一个CSV档 有没有 所以 这个地方就是最简单 的就是Python转Excel 最简单的方法 这一招 这一招其实 还蛮万用的 而且应该是想到最简单的 OK 我把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一样输出 Rise Rise后面有忘了加什么 S 把S放进来就好了 不然他说 你没有放东西 OK 我把它放给你 这样的话 输出了 我们看一下 另外如果你要看到TQC.CSV 有没有存在的话 直接在这边按右键 重新整理一下 轻易是放S RC上 重新整理 Fresh 然后这边的话就TQC 在这里了 点两下 打开之后的话 看一下 有没有 有了 这边有1 2 3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资料抓下来 如果你要在里面 做一些统计分析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比如说你要做什么 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统计什么东西呢 类别好了 比如说 这个 这一栏好了 它的总数是多少个 每一个类别总数是多少个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个我看它这里面的项目 有没有 它每一个类别里面 有没有 个别 甚至你可以把它排序一下 哪一个最多 这个 力道A 最多的就是软体设计 所以你看TQC Plus里面 最多的其实是 那个软体设计领域的 所以看起来啦 你也是个指标 目前 在业界需求人才里面 应该最多的 可能也是跟软体设计有点关系 有没有 第二才是工程设计 然后呢 四船 四船就是Photoshop的 Illustrated这些 跨域 跨域什么 电竹 电竹 OK 画面 不是少一个 我刚好是不是 少把它这边再加插入一个 一个标题栏吧 这个可能要再加一个标题栏 不然好像少一点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好 所以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很快其实可以把Python 输出成 这个Excel可以读取的CSV档 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太多东西 所以后面的话呢 就是 再加上什么 加上 一个 四串 然后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这样就输出成功 试试看 待会儿一样 我也把这个层次贴到云端 好 我